從一千兩百五十尺的高空一躍而下 散化在空中逐一綻放相當震撼 特戰部隊官兵的第一視角也曝光 頭戴厚重鋼盔 全身在穿上鐵焊裝 全套裝備超過二十公斤 官兵還要判斷風速風向 準確著陸 但挑戰不止這樣 科服內心恐懼 順著風 精準降落海面 強化特種作戰能力 這是陸軍空訓中心 特種官兵的水域跳傘訓練 從散兵退伍的新北市議員林秉柚 回憶起散兵訓練不易 而鐵焊散兵更是得著鐵焊裝 在特種地形執行任務 水下及寒地更有專門作戰裝備 鐵戰官兵養成不易 透過第一視角隔空感受 勿對辛勞 參訟黃恩神 徐川 臺北裁縫報導 去年日媒報導 臺灣國軍參與由美國國民兵主導的軍演 判提升軍事能力強化對抗中國壓力 當時美方沒有正面回應 事隔一年承認圖阿魯 斐濟等多個太平洋島國的大使 賽拉出席眾院監督暨問責委員會 召開的中共對美政治戰聽證會 正是五國國軍正在密州北部的格雷林營 接受全域作戰訓練 點開密室根州國民警衛隊官網 提到全域作戰中心包含地面 空中 海上 太空與網路等五大領域 提供聯合兵種實彈環境與擬爭火力作戰訓練 以最大限度提高國防部的戰備狀態 操練地點會在全美第二大湖泊 休輪湖的湖面周圍與上空 以及附近的瑪格麗特湖進行 預計可完成海事與近海訓練 過往臺灣的軍事訓練大多停留在 單一的軍種還有單一的兵科上面 而現在臺灣的國軍派出的部隊 在美國的多域中心進行的訓練 就一步跨入了這種最新的聯合作戰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 賽拉會證實這項消息 起因與中國電動車電池製造商國宣 企圖在密州設理電池廠 距離格雷林營只有70英里 賽拉認為滲透密州鄉村地區 是中共在全美威脅國家安全 及主權的眾多例子之一